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绝妙当家跟你聊聊听听绝妙电影 绝妙电影的主讲人我们邀请阿甘蒂兄来跟我们介绍绝妙的好电影 阿甘蒂兄他是文字影评人 他也从事纪录片短片的导演以及制作 他也是装置艺术家 阿甘蒂兄特别喜爱看电影 也是文字的影评人 今天阿甘蒂兄要跟我们介绍一部新的电影 但是它是一部很老的电影叫做《愤怒的葡萄》 嗨 阿甘蒂兄好 嗨 大家好 这个电影是美国一个大导演 他看到这些社会底下的阶层的农民 在这个20年30年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些危机 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 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因为他们的土地被所谓的工业化的社会 把他这个土地买走了 机械化的一个生产 所以这些以土地为生的这些老百姓农民们 就被迫辗转的要到加州去 所谓的他们的天堂 新的乐园去那边谋生 这个电影这个小说呢 讲到一个家族叫乔德这个家族 约翰斯坦贝克厉害的地方 我认为是他用一个家族 在这个迁徙的过程里面 反映了一个美国大时代的一个 悲剧吗 一个算是一个悲剧 算是一个很壮阔的一个史诗 很悲壮的一个史诗的 用一个家庭来衬托出来 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所以这部小说获得了美国国家的图书奖 那也同时获得了普利兹的小说奖 那么在1962年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对他也在1962年的时候 因为写了 其实他写了很多有关于 这个农民的这个社会的写实的一些小说 因为太写实了 所以当时也成为禁书 对因为太具有争议性了 把美国这么算是丑陋的一面 揭开来这么不堪的一面 很心酸很悲苦的一面揭开的时候 很多的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很难接受 但是在1962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短篇小说叫 人与鼠 人鼠之间 The Mice and the Man 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也是讲这个农民的悲惨的故事 所以透过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影 也让我们了解当时代的美国 在转变的时候 他们的辛苦 以及他们所遇到的一些苦难的过程 对 这个约翰·史坦贝克的小说这么厉害 但是约翰·福特这个导演 也不是神优的灯 他把这部电影诠释得非常的壮阔 很动人 很有感情 乔的这个主角这一家人 怎么样凝聚在一起 架了一部很破的卡车 老爷车 把所有的家当放在这个车上 三代同堂 一行大概11个人 加上一个退休的 或者是没有工作的一个牧师 凯西 一起西针 坐这个小的卡车 破的卡车 一路从Oklahoma他们的家乡 一路到了加州去 这个过程 从这个很长的一个旅程里面 把这个时代呢 这个缩影呢 描写得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迷人 这个电影是相当值得一看 尤其我们要了解美国 了解约翰·福特 是一个很重要的电影 我们在读美国历史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 农业转换到工业革命 只是这么一句话带过 但是透过这部好长的电影 有没有两个小时 对 让我们去了解说 其实当中有许多的心酸 还有很多家庭的牺牲 对 尤其约翰·福特 是非常具有人道主义的 一个情怀的一个导演 他在音乐上 在文学上 在对人性的了解上 在对家族的关系 家人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丈夫之间的关系 对人性的刻画 对人性的喜怒哀乐 不管他是很卑鄙的 很龌龊 很光明 很温暖的 约翰·福特都琢磨 都入目三分 非常棒的一个导演 好 那我们再来琢磨一下 其中的角色有很多个 除了刚才阿甘弟兄说的 凯西牧师之外 他后来不做牧师了 对 他不做牧师 也有一些背景 好 先来讲他 好 OK 凯西这个角色非常要紧 他不是乔德家族的一员 这个凯西呢 他目睹了奥克拉荷马 这个州里面 这个农民呢 必须要被驱逐 离开他们的家园的时候 奥克拉荷马州 对 他就有一种 悲天敏人的心怀 看着他的教友们 都要离开他们家园 要去别的地方 陌生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呼召 他受到上帝的呼召 来牧养这些人 他觉得他有点迷失了 为什么上帝要让这些人 这么淳朴的百姓 就这么善良 然后就是日出而作 日入而习 这样子一个 很单纯的生活的人民 为什么要受到 这个悲惨的一个待遇 于心不忍之余 他觉得他 对上帝起了怀疑 他觉得他不能再讲道了 不能再 这个 应该这样理解 他对他的呼召 产生了怀疑 对 他觉得他再也没有办法 去安慰这些人 所以他就 在他的家乡里面 开始流浪 那么流浪 他为什么在家乡流浪 没有离开呢 因为他觉得他 已经不能离开 这个地方了 虽然他的教友们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的 都西征去了 都 到西部去了 但是他还是留下来 留下来 守了这一个 很悲凉 很凄凉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角色呢 在约翰福特的安排之下 或者是 John Stanback 他的安排之下 是一个代表说 一个上帝的一个心肠 不忍心离开 他所心爱的地方 他后来还是跟这个 主要的家庭 一起去西征 对 也为了这个男主角呢 被抓去关 后来又被放出来 那决定 为了去反抗 不公平的待遇 对 然后要带领一群人去抗争 那结果后来 他也被打死了 被误杀了 打死 这个是后话 那么凯西这个牧师呢 他后来跟着这个 乔德的家庭呢 一起到西部去呢 其实他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他本来要 要守在这个地方 私有地 私有民 他要跟这个土地一起存亡 最后他跟着乔德这个家族离开 是因为他觉得他要照顾他们 他觉得他要跟这些人民呢 一起所谓的同甘共苦 对 所以这个情怀呢 这个角色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就在这个小小的角色里面 所凸显所彰显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怀在里面 同在的一个关系 非常非常要紧 跟他们一起 共同经历这样的一个生命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分摊的痛苦是减半的 对 分享的快乐 加倍的多 加倍 分担的痛苦 格外的轻 对 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 如果苦难 一个人承担的时候 你可能受不了 你可能被压垮 可是呢 如果大家一起来 分摊你的忧伤 你的悲伤 你会觉得很清晨 也很欢乐 其实是一个欢乐 上帝有时候也是会用这些 让人一起来 共同来分享一些 我们的生命 而得到很大的满足 上帝的爱 在这个当中 所以讲 这个凯契 这个角色是 很有意思 电影反映人生 品味情节中的喜怒哀乐 电影反映时代 体会生命间的情感律动 绝妙电影 邀请您一起来听电影 聊电影 推荐绝妙好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